Hello,大家好,我是Alan,今天是7月28号,星期天,本周是我柏林马拉松训练的第十周,我们来看一下,周一,按惯例,我替换成一个10K的轻松跑,配速是5分35,心跳122,周二,我把内容换成了周三的,并且做了一些修改, 一共跑了12K的GA,配速是453,心跳138,周三,我把周四的间隔跑换到了周三,一共跑了16.18公里,平均配速是512,心跳是142,我们等一会儿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间隔跑的训练情况,周四我就跑了周三的内容,一共跑了15K,配速是44分44,心跳143, 周五一个18K的GA,跑了18公里,心跳是150,配速是424,昨天跑了一个GA,这跑了12公里,平均配速455,心跳137,然后今天是计划是24公里的MLR,跑了25公里,平均配速是429,心跳147, 其中呢,大概有6到7K,其中呢,大概有6到7K呢,是跟群里的小伙伴David跑了他的码数4分配,好了,这个就是本周的整体训练情况,一共跑了109K, 平均的配速是4分48,心跳是141,应该说是这周没有完成好计划,原因是这周主要的目的是休息,但实际上没有达到休息的目的,下周的训练计划强度和长度都非常高,我恐怕会有问题。 好,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间隔跑的训练情况,完成的不是非常好,大家可以看到,第一个800米,配速太快了,320,然后325,327,然后331,最后是最后两个分别是333和340,应该严格来说是没有完成好,应该把配速维持在330, 左右,最好是327左右,但是没有做到,我们再来看一下周末的情况,心跳什么的,我觉得已经是过高了,应该把这次平均的心跳控制在145,147左右,但实际上没有做到,这是第一点,第二点,大概从这里开始,这里换了一下,因为要和David他的表一致,所以就把Labs重置了一下,总共大概有一点, 1234567,7K是跑的400的,大家看一下心跳就知道,其实不是很好,天气非常热,我自己不是耐热型的,所以天一热以后,跑步的效率就急剧下降了,明显完不成。 后来最后又加了2K,404,405,我的目的是试一下,因为下周我有一个21K的半码,长度的码数训练,我觉得我400肯定是完不成的,所以我想试一下404,405,这个就是这周的所有的情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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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